在剛剛我們活動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對於屏東工廠大火造成的死傷一起默哀 這幾天中央和地方全力投入救援和復原的工作 今天現場獲獎的卓業團隊中 也有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以及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等機關的參加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向屏東縣政府團隊 還有支援的高雄市團隊說一聲辛苦了 真的非常感謝所有的救災人員 還有醫護人員的辛勞 在今天我們今天在總統府 我要恭喜今年獲獎的卓業團隊 發揮黑客松解決問題的精神 為我們帶來創意也具可行性的提案 黑客松是提供一個公私協力進行共創的平台 讓資料的擁有者 資料科學家 以及各領域的專家 都可以運用政府的開放資料 提出創新想法 替我們的社會和人民解決問題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不僅工部門參與提案的比例逐年提高 也許多獲獎的計畫 也都陸續啟用 並且在公務機關的運作裡 提升了我們政府施政的效率 今年的總統 背黑客松以靈探轉型 幸福前行為主題 我想大家都知道 2050靜靈轉型是全世界的共識 也是台灣重要的轉型目標 我看到今年的卓業團隊中 有三組都和靜靈轉型有關 像是我們的綠波者聯盟 建築減碳建整隊 以及千分之四的美麗 我相信這些提案落實後 將有助於政府推廣 靜靈探牌政策的目標 讓我們台灣進一步的 邁向永續低潭的家園 另外 街道醫生跟8R Plus 這兩組團隊 則是要進行資料整合 盤點入口事故的熱區 來協助地方政府提升交通安全 這也是在今年 臺灣社會非常關注的議題 政府也積極提出對策 我相信有這些團隊提案的加入 一定能夠創造更理想 更安全的交通環境 接著 我要恭喜參與國際松獲獎的團隊 我們今年的國際松 以民主 數位 靜靈為主軸 希望凝聚對全球問題的共識 今年 總共有60組國際提案 是歷年來的最高 獲獎的兩組團隊不僅展現出 對社會的關懷 也體現數位民主的精神 非常的不簡單 我也要感謝我們總統盃 黑客松的委員和評審委員 以及輔導團隊 提供我們參賽者專業的建議 並且媒合所需的技術 讓獲獎的計畫 可以更快融入既有的行政機關運作 並落實於行政的執行 總統盃黑客松的初衷 就是希望我們的公務體系 可以跨領域 跨單位 和民間各領域的專家 建立一個緊密的合作關係 並且互相學習 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台灣的公務體系 已經用更開放的態度 來接納創新發想 來解決人民所遇到的問題 我也要請主辦單位 協助落實卓越團隊的提案內容 並且推廣到各縣市 讓總統盃黑客松的成果 遍體開花 謝謝 謝謝大家